虽然这是一份不值钱的礼物 但希望你能收藏起来 因为当你感到绝望或遇到困难时 不要放弃 因为还有人在背后支持你的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刚刚过去的8月29号是我的生日 那你们的祝福我全部都收到了 无论是Instagram,YouTube还有Facebook 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录制了这个影片 来感谢你们 尤其是我在YouTube公布我的生日日期之后 我的订阅人数从原本的29000 暴增到现在的35000 真的是太开心了 非常非常感谢那些新订阅的朋友们 那我之前在学狗叫的这个影片有说过 如果有人送我实体礼物的话 我会进行这个开箱活动 那截至目前我是收到了两个信封跟一个email 那到底他们写什么呢 我也很紧张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Alistra 我从8月6号呢就收到你的email了 那这个email呢里面有说 虽然很少关注你的影片 但是我是会永远支持你拍片的 加油 以下照片呢是我为你制作的 看起来有点不好看 但我很努力制作了 希望你会喜欢 那非常谢谢你选了我那么帅的照片 那也希望我的这个影片呢能够越做越好 那之后你就可以多多关注我的影片 接下来第二位呢他没有写他的名字 他只是在这个后面呢 写了就是冰燕我是你的粉丝 然后呢放后面放了很多爱心 然后呢就写来自麻坡 那我现在就来开开看到底他里面写些什么 很紧张我也怕撕烂 后面写着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冰燕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喜欢听你的歌 我叫佩君 对不起因为不可以送你礼物 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Poslaju 所以呢只能送信给你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层一万身体健康永远可以出新影片 挂胡开玩笑 那希望呢订阅可以破可以破七万 哦很奇怪的数字哦 吕佩君上2018年8月12日 那其实收到信封我也是非常开心哦 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从出事到现在 收到的第一个信封 就是专门祝我生日快乐的 因为我那个年代其实email已经有了 所以呢生日大家通常都是用email来祝福 或者是用MSN 然后到后面呢就开始用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 来祝福我生日 那我是从来没有收过这个信纸 特别来只是为了跟我说生日快乐的 非常谢谢你 那我也会记得你了 佩君 谢谢 再来第二个呢是来自Binang的朋友哦 从上面这个chop上面可以看得出 写着Binang 我们来看看一下到底他送什么给我 哇真的是很整齐的字体看到吗 来自冰城18岁 秋燕 他说冰宴正冰宴生日快乐 我喜欢看你的影片 因为你有搞笑的说道理的改编翻唱等 在不开心时看你的影片心情就会变好了 这个就是你影片的魔力 最喜欢看到的是你改编翻唱的单元 觉得你很有才 很创意 这样的歌词也能给你想到 你真的是改编达人 你的影片也说出了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心声 也有一些改编是关于带给观众一些道理 或者是资讯的 我也喜欢你的说道理的影片 觉得你的影片很有价值观 例如四叶草的 你的分析能力挺好的 看你的影片可以增加知识 也希望你能够多做关于这类型的影片 你口才那么好 有没有想过当主持人呢 最近看到你辞去正值的影片 片中说到你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以及有更多的时间来拍摄影片 很佩服你为了追求梦想放弃正值的勇气 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最后呢希望你能够努力 永不放弃的追求你的梦想 人因梦想而伟大 祝愿你早日实现 以及完成你的梦想 加油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影片 永远相信 明天会更好 再次祝你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YouTube频道早日破100K订阅 虽然这是一份不值钱的礼物 但希望你能收藏起来 因为当你感到绝望或遇到困难时 不要放弃 因为还有人在背后支持你的 非常谢谢你那么支持我的这个改编翻唱 那我也知道改编翻唱是很多人最喜欢的单元 但是改编翻唱呢 就是涉及版权问题 所以呢到后期的时候我越来越少做 所以呢我就一直致力在做这个原创歌曲 但是原创歌曲真的很耗时间还有金钱 那我现在也一直在努力筹备当中 我希望能够追辞追辞追辞 能够在明年新年以前 推出我的全新单曲 所以呢希望到时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至于你说的这个说道理的影片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说教 因为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意见交流 大家不要把我当成好像老师这样子来听课 相反的大家如果觉得我有地方说得不好 或者是有地方你不认同的 你一定要留言让我知道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互相的成长 互相的进步 未来才能够做得更好 至于为什么不当主持人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缺乏外在条件 而且呢我也比较害怕面对人群 我觉得对着镜头讲话会比较自在 所以呢我还是会全心全意的做YouTuber 最后我想说你的这份礼物呢 我一定会好好的收藏起来 你不要认为文字是不值钱的 至少你的这个信封呢是很有温度 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 这些都是金钱没有办法衡量的 非常谢谢你我会继续的努力 接下来要开箱的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我的粉丝啦 他其实是我的朋友 是一个YouTuber的朋友 那他叫SK Tan 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作家 所以呢我就想去书店找他的书 但是找了很久找不到 那他就非常的贴心呢就寄了他的书给我 那他送我的第一本书呢 名字叫做好想为你写的小说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所以我不知道他里面写的内容是什么 但我猜想应该是他改编着他的真人故事吧 他后面有写说这个小说是为了你而写的 那如果你是对爱情很有憧憬的人 而且呢你又是中学生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本书 那大家呢可以在大众书局上面找到这本书 那他第二本送我的这本书叫存在的意义 那这本书我就兴趣非常大了 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他这本书的背后有写到 这本书里我们将透过生理学物理学 天文学和心理学来解释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呢就像是一副被打散的拼图 而这本书还原他真实的容貌 那我也希望看完了这本书过后呢 我会对人生有新的感悟 非常谢谢SK Tan 在这里呢我也想趁机会呢 跟一些支持我的朋友们说一些祝福语 对于求学的朋友们 我相信年底的这个考试应该快到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如果你已经很努力读书了 但是成绩考不好 真的不要太放在心上 因为比成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态度 好的成绩不一定会让你走上好的人生 但是好的心态 好的学习态度 可以让你很从容的应对任何的困难以及挑战 对于一些和我一样是YouTuber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一定和我一样经历过很迷茫 很彷徨 觉得自己的影片没人看 没人喜欢 然后订阅人数一直不会上的这个时期 我希望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 不要害怕别人给我们的负评或者是dislike 因为我们推出的任何的影片就好像厨师推出的这个食品一样 一定会有人喜欢 一定会有人觉得难吃 批评你的人至少比那些对你毫无兴趣的人来得更好 我们一起加油 对于一些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士 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以及指教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进步 欢迎大家继续的鞭策我 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在这里呢我也许下我小小的愿望 那我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可以跟黄明志大哥合作 我最近呢就和朋友陈雪人呢 参加了这一个黄明志大哥的攻向北方单唱比赛 入围了十强 但是要进三强的话就必须靠投票 那目前我的票数是排名第三不过是套数第三 那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帮帮忙帮我投票 那这个link呢我已经放在description了 大家记得点击去支持 你的一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 那些送我礼物的朋友 我之前说过会回赠礼物给你们 可是你们都没有留下地址给我 所以我希望佩君 燕通还有Alistra能够联系我 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把我的礼物送给你们 最后我在这里住 马来西亚独立日快乐 以及国庆日快乐 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优优独立日快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